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发生中国间谍气球疑云后 推迟了二月的访华行程 尽管布林肯表示如果条件允许 他会重新安排访问北京 然而英国金融时报掌握到的消息指 中国担心美国将会公开间谍气球的调查报告 因而决定拒绝重新安排布林肯的访华行程 消息指出中国目前还不确定 华府会如何处理间谍气球的调查报告 而目前美国联邦调查局还在着手查清 中国间谍气球的事件 早前布林肯除了表示 有意重新安排访问北京 也强调访问行程并不是要对抗中国 或是掀起另一轮的冷战 五角大楼暂时还无法确认 飞入美国境内的间谍气球 能不能将刺探到的军事情报送回北京 美国当局还在针对此事进行分析 中国间谍气球是在1月28号 在美国阿拉斯加的北部领空被发现 浮空大约一个星期后 美国总统拜登下令击落气球 美国总统拜登下令击落AD 美国大吸震 地 admi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